卻遇到民众嗆瞎 有五名学生大喊 不要中国学生来台 而之外呢 还有中年妇女 以拇指向下比嗆瞎的手势 马总统这个接牌行程 可以说是嗆瞎声不断 马总统还没信声 为台南武庙接牌 场外就五名大学生 举牌嗆瞎 手势总统还没听到 就被穿的黄色背信的工作人员 非常用力的拉下来 徐生被连拖带拉带离现场 随后被带进警察局 不过另外一头的马总统 却和民众热情的握手 为什么不去抓他们 为什么要带我 黑衣人 纵容黑道 刚刚这些人就说好戏 纵容黑道 对啊 那么多黑道在现场 还真警察纵容黑道 走进五庙接牌完毕 马总统走出来 民众手拿相机热情拍照 不过注意看 站在路旁的这两名中年妇女 可是完全不给总统面子 接牌行程就遇上两场呛吓活动 小市民的不满 马总统真的听到了吗 明顺林俊明台南报导